这期视频的文稿部分刚刚完成时,我偶然发现了一条弱搜,B站上线付费视频功能,实际视频售价30元,这不像是大面积的推广,而更像是一次试水。 我更没想到自己对于视频定价的突发奇想,突然有了一个现实的参照,虽然网上对于这件事只反对意见的占大多数,但人们更在乎的似乎不是某个视频该卖多少钱,而是到底什么样的视频才真正值得我们花钱看。 这也正是这一期我想讨论的内容。 类似的困境,许多做视频的人都曾经或正在经历,当然也包括我。 于是在某一天,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,如果从这一刻开始,当你点击一个视频就要支付一元钱, 那么平均下来,你每天会花多少钱在这上面? 如果价格涨到10元呢,你是否还愿意为此买单? 虽然这些只是我的胡思乱想,但有时候为现实的困境加入一点点经济学的考量,很多事情会突然变得清晰起来。 毕竟花多少钱是所有人最容易理解,最直观有效地衡量好或坏的标准。 我们对于一件物品愿意支付的价格,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自己对它的评判,愿喜欢自然愿意花费更多,这道理好像很简单。 于是顺着这个思路,这期视频本可以朝着以下两个方向,一个是谈论支持付费的问题, 尤其当图文和播客都推出了付费项目,什么时候会普及到视频,还可以由此延伸到从图文到短视频的这条歧视链。 另一个方向,我有想过把快要忘光的金融学知识捡起来,从B站近几年的财务报表出发,分析它的前景, 推算目前平台控制成本,UP收入锐减,是短期行为还是会成为常态。 但两周后,我决定将这些角度全部推翻,重来。 因为任何一个方向的研究过程中,我都遭遇到了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, 互联网上糟糕的视频现状,看似火热,实则频繁。 先来看两个漂亮的数据,一个是来自于斯科,到2022年,超过82%的互联网流量将是在线视频。 另一个是B站发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财务业绩报告, 月均活跃用户2.94亿,单个用户日均使用时长95分钟。 视频逐渐成为了和三餐一样,不可替代的网络消费选择, 然而视频的创作生态,似乎在逆行。 互联网是一个生产奇迹的地方,同时也给人造成一种假象, 一个最公平公正,人人可以随意表达态度,自由进行创作的社区。 这里似乎什么都有,五花八门,令人眼花缭乱。 可真的待久了,我们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。 当点击某个热搜之后,接下来的几分钟,甚至几个小时内, 我们所看到的内容大同小异。 每个主题下的作品看似长着不同的面孔, 但相当比例的视频里,大多装着一些重复且无效的信息。 虽然传统媒介时代许多新闻内容也有类似的状况, 但我们还只是花一份钱买一份报纸。 而如今,人们不自觉地陷入了免费平台上, 无休止地争夺注意力的耗时战中。 我们好像看到了许多,也的确花费了不少时间, 可实际上接收到的信息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这不是针对任何一个频道或平台, 而是无一例外的互联网状态。 我们对视频的沉迷, 和曾经沉迷于互联网所带来的任何一样新鲜事物一样, 像是搜索那些根本不值得大费周章搜索的内容。 我之前有一个习惯, 如果决定好某天去餐厅吃饭, 我会提前几天就开始在网上查找各种相关的评论和评测。 想要找到一个口碑好, 价位合适, 地理位置方便的好地方。 我算了一下, 大约没选择一个餐厅, 平均花费5到6个小时, 有时甚至更多。 我的目的是为了省时高效, 然而做的事早已与初衷对道而驰。 最终我发现, 浪费大量时间筛选出的, 也并不比随机的效果好。 著名的搜索引擎的开发人员曾经开玩笑地说, 我们开发这个东西, 是为了你不必花时间, 去浪费时间了。 现在你可以马上开始浪费时间。 是我们的喜好影响了视频的生态, 还是视频引导了我们的是非判断和审美取向, 这其实很无解, 但确定的是, 这两者已经越来越接近, 逐渐融合。 而作为一个普通的创作者, 我没有资格苛责任何一位同伴, 但总体而言, 我们不得不承认, 目前的网络环境中, 视频变得比任何一种表达形式, 都更加讨好观众。 许多人都在浪费光阴, 做一件釜底抽薪的事情。 所以视频有价值吗? 是什么在左右着视频的发展? 同样是影像, 视频和电影的差距有多大? 很明显, 两者与资本都是相生相克的关系。 视频靠流量变现, 价值体现在一系列的数字上, 电影的利润, 直观地体现在一张张电影票上。 这样看来, 视频的现状和电影现状并无本质不同。 我们困惑的问题, 作为一门艺术的电影, 也一直存在。 有一套关于电影史的纪录片, 电影史话, 作者在第一集开篇首先回答了, 是什么驱动了电影的前进? 他用三个气泡的例子, 追溯到如何把视觉与主题结合的创意理念, 从最初分裂的啤酒气泡, 到咖啡泡沫, 再到一杯水。 角色从气泡中看到的, 是困境, 是当下麻烦产生的自己。 电影虽然也是消费品, 但当我们坐在黑暗中, 调动我们情绪的, 是想法, 创意, 而不是金钱。 我想作者Mark给出的答案, 不仅关于电影, 也是他个人的创作理念, 带有独创性地, 对电影史的彻底改写。 这也正是视频这种形式的核心价值, 用想法与创意, 给出真实的观点。 当我们在思考一个视频值多少钱时, 可能多数人想的并不是视频这种形式的好坏, 而是用自己曾经看过的好或坏的视频个案, 以此来做出判断。 所以当我的态度是赞同视频付费时, 我本想拿出这个领域内, 那些拥有完美生化剪辑。 文字准确, 简练其有趣, 叙事结构有着奇思妙想, 还有那些在观点和逻辑上不输给专业论文的作品, 以此来作为我的论据。 但最终, 我的头脑里却反复出现, 由华裔视频论文作者, 李奇万五年前创作的作品。 视频是2017年他回到台湾, 参加祖父葬礼时拍摄的, 时长1分42秒, 无旁白, 只有粗糙的手机拍摄的画面和简单的几行文字, 却带给了我巨大的震撼。 视频的前一分钟里, 他记录了祖父葬礼期间陪母亲去买手机, 发现有史以来最好的电影《东京物语》竟然在这家手机店里播放, 而他是唯一注意到这件事的人。 母亲很好奇, 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对着这个画面拍半小时。 之后的20秒里, 他用文字回顾了和祖父的关系, 他从小有过一段单独和祖父在一起的亲密时光, 但20年后当他回台湾时, 因为中文太差, 两个人之间几乎无法交流。 纳策之后, 他碰巧看了《东京物语》, 发现电影里竟包含着他无法用语言表达的, 想要对祖父说的一切。 视频的最后, 作者给出了这次拍摄的理由。 我们常看到的影视类视频, 尤其是视频论文格式, 多是在探讨电影的内部运作, 或是创作者对于电影形式和内容的见解, 而李奇万的视频, 却采取了另一个做法, 用极具个人色彩的精力, 向经典的电影致敬, 用思考把他对小金的爱和对去世祖父的爱交织在一起。 这个苦乐参半的视频, 代表了电影对他个人的意义, 也是电影对人类情感的意义, 同时也创造了作者的视觉语言风格, 这如同电影史话中举例的气泡一样, 用影像回答了, 推动视频前进的不是流量和金钱, 而是创业, 这也许才是对电影艺术, 乃至整个视频创作生态都更有价值的作品, 一个视频值几毛钱, 我也不知道, 但刚刚那个视频, 和电影一样, 无价。